詞作曲 李宗盛 今集中要做甚麼菜? 見到雞那麼漂亮當然是頭白節雞 過年必備 過年過節大家也喜歡有一隻 benchmarks 全雞是有頭有尾才是大團圓 廣東人很喜歡吃白切雞 我們今天就講怎樣做一隻好的白切雞 燒臘泡做白切雞的方法 就是煮一大餐的汁水 然後很多雞放下去浸熟 但浸雞有什麼不好處 就是浸雞如果醃了雞 有了味道 但浸完之後 那些味道基本上流入水 另一個方法 就是比較傳統的方法 就是先把雞醃了 然後拿去蒸 蒸雞的好處就是入味 但不好處就是皮可能會不漂亮 因為掌握時間不太容易 因為雞又大又小 我們今天就介紹我們家做白切雞的方法 我個人覺得最好吃的是 雞又要滑又要有味道 我們就自己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去白切做一隻雞 又滑又好吃又容易做 我們開始了 第一件事 當然要看看雞 研究一下有沒有毛 第二隻是洗雞 洗雞呢 雞肺在裡面 還有呢 雞肺我們看到 但是什麼位置呢 就在這裡 背部這裡 雞肺黏著的 所以第一件事 要拿出一個肺出來 除了肺之外呢 雞 在脊骨旁邊 可以用手指滑下去 什麼呢 是雞腎 所以洗的時候 最重要用手在脊骨旁邊 兩邊 將雞腎滑出來 雞就沒有了雞肺 沒有了雞腎的時候 它就不會生了 因為它沒有血水 在裡面 那隻雞呢 就洗乾淨了 洗乾淨呢 我們剛才釣了幾個時間 有可能長得乾 不要吐一聲滴水 那我們第一件事呢 我們醃雞呢 我有三種東西 很簡單的 就是鹽、薑、酒 醃 醃的時候呢 我先下鹽 內外也要拆 這裏要加多少鹽呢 這裏要加一湯匙 那我們醃雞呢 雞翼 裡面也要醃的 雞腳先拿出來 內籠要醃的 因為內外也要有味 醃雞呢 醃雞呢 中外如是的 下了鹽呢 那我們就照來了 幫雞做按摩 按摩的時候 我要小心 不要弄爛雞皮 那跟著我下薑汁 這裏又是一湯匙薑汁 薑汁都是內外的 內外搽勻的 將淨魚薑汁 就倒在那個雞腔裡面 第三個步驟就是酒 我比較喜歡用兆酒 當然有些人 喜歡用廣東米酒都可以的 有了酒 雞特別好吃的 醃勻它 多餘那些 就倒在雞腔裡面 我們腳可以歸位 就放在那個雞肚裡面 我們雞要醃多久呢 要醃兩個小時 因為兩個小時 應該夠入味 雞 我醃的雞在這裡 大概一小時之後 我就會來翻雞 讓它更均勻 雞呢 就醃了一個小時了 我們要翻一翻雞 讓它的味道更均勻 我們翻雞 我們再醃多一個小時 雞現在醃了兩個小時 應該夠入味了 我們現在進行第二個步驟 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使得它的蒸氣 不會直接接觸到雞皮呢 我們想到一個 用微波爐保鮮紙的方法 即是雞包著之後再蒸 那個熱度就有了 但是它的蒸氣 不會直接落到雞皮 這個是微波爐用的保鮮紙 超市有得賣的 我們先拉一塊出來 包的時候也有些技術 為什麼呢 我們的蒸氣 要讓它在雞屁股裡面進去 所以我們包的時候 就不要包到雞屁股 最重要是這個流洞 一定要有流洞 否則雞就很難熟 好 現在雞可以蒸了 放進去 這次做這個薑油 就不用加鹽 因為雞醃的時候 已經夠鹹了 所以只用薑蔥的味道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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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雞肉熟了 現在我們把這個 微波爐保鮮紙拉走 它很滑 所以輕輕用筷子 扶一扶 雞還有汁浸著 所以我們把雞 移到碟裡 怎樣移呢 很簡單 我的方法就是這樣 因為雞肚也有汁 先滴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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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來 放涼 放涼 還有這個 加少許麻油 因為怕它拿出來 它會乾 蒸雞的方法 因為有層膜包著它 那些蒸氣 不會直接碰到雞皮 所以蒸完之後 雞皮沒有爛 很快 加少許麻油 放涼 感谢观看